我们这次在这里又有一群方程组 那你见到方程组里面的东西 就有很多东西加在一起 那就等于1 而这一东西就分别由两个数成在一起 那你见到有XY YC CT TX 那你见到可以有的组合 基本上都在这里出现了 那见到一些这样的方程组 我们一般可以怎么解释呢 那基本上都不外乎是 将一条式和第二条式加加减减的 那一般的做法和之前的都一模一样 那就是拿着第一条式减第二条式 那拿着第一条式减第二条式 整理一下之后呢 你见到这个YC会不见了 那然后呢 这四个东西就发觉可以被人分解 那我们有的呢 就是第一条式和第二条式拍在一起 就会有X-T 乘以Y加C 这一条东西特于0 那第二条和第三条 用同样的道理拍在一起呢 就会有Y-X 乘以C加T 那这个东西呢 等于0 那最后第三条和第四条呢 拍在一起呢 就会有C-Y 然后T加X 那我们有三条等于0的式 分别都是由一条东西乘以第二条东西 那当然我们就会分别讨论哪条东西会等于0 那我先讨论一下右手边的这一条 我先收拾其中一条来看一看 例如这个T加X 那如果T加X是等于0的话 那也就是T可以等于-X 那这一条式呢 就可以变成上面的这一条式 这一条式就可以变成T等于-X 那这一条第一个东西就会变成-X的平方 那第二个东西就加XY 这个没有变的 那第三个东西呢 就把T拾下去变成-X 也就是减YX 那我们发觉呢 后面那两个东西就没有了 那但是这一条式呢 是-X的平方就等于1 就发觉呢 这个解释出来的X呢 就没有实数解的 那我们会计算到X 会... 没有实数解 那所以在一条要我们找实数解的方程座里面 就不成立了 那也就是既然一个不成立的话 那我们都很容易可以辨计到 这一条全部加数的这一条东西都不成立的 那用同样的道理解释 你将它代回到第三条 这个代回到第二条 或者第一条都可以的 那全部都不成立的情况之下呢 那这一条东西就不会等于0 那剩下会等于0的就是这一条 就是X-T等于0 就是X等于T Y等于X Z等于Y 那你刚刚听到我说 既然一个等于一个的话 那发觉我们最终得出来的呢 就是X等于Y等于Z Z等于T有一条这样的等式 那然后呢 既然我们是这样的 就不如将它代入去第一条式 那你见到代入去之后呢 那这个变成X的平方 加X的平方 再加X的平方 那三个东西一模一样呢 就等于1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3X的平方 这个东西等于1 解到出来 X就等于正负更好3 over3了 那所以呢 今次得出来的解呢 那由于X等于Y等于Z等于T 用得出来的解呢 X的第一个解 就是 更好3over3 Y1 Z1 和T1呢 你发觉它们全部 都是等于和一个答案的 更好3ov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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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但是呢 未完的这条数 那我们呢 还不要忘了X呢 X呢 Y啦 C 和T呢 它们都会有第二个解的 那第二个解呢 当然 剔完一个证 就当然要剔回一个负啦 就是负更好3over3 那呢 那呢 这条式 这条方程组呢 的答案就是这两个了 就是这两个解了